最侠说从头,乡帅听根由,江湖出大事,长街解千愁。 楚留乡忽然发现,胡铁花确实是有道理的,非常有道理。 问题是,像胡铁花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才,怎么会被四个小女孩给治住了呢? 胡铁花的回答比这个问题更绝,他说, 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四个小女孩,所以我才会被他们治住。 如果是四个老头子想把我治住,谈,都不要谈。 有理,胡铁花苦笑着,接着说, 遇到那样四个女孩子,就算我明明知道她们给我喝的酒里边有毒药,我也会喝。 哎呀,只可惜一喝下去,我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 可是,在那样的情况下,你怎么还能回到那个狗窝去呢? 当然是,是我要他们送我去的。 那他们怎么肯送你去呢? 因为你哦,胡铁花说得很干脆, 我看得出,他们也在找你,这可惜找不到而已,所以,我就索性把这个法子交给他们了。 什么法子? 骗狗入狗窝的法子? 哎呀,我现在才知道,啊,你可真是个好朋友啊,托人下水的本事,那更是天下地,我不托你下水,托谁下水啊? 你不来救我,谁来救我啊? 啊,嗯,可看我这么做,也是为了要让你高兴啊。 什么?为了要让我高兴,我有什么好高兴的? 能够把我这么一个好朋友从别人的手里救出来,你心里难道还不高兴啊? 如果我没这么做,嗯,你怎么会找到狗窝去,你怎么能把我救出来? 主流香摸了鼻子,想了半天,终于不能不承认。 哎呀,有道理,他叹着气接着说,哎呀,为什么你说的每句话都好像很有道理呢? 他忽然又问胡铁花,你有没有想到过,他们这样对你也许并没有恶意, 只不过想把你召回去做个女婿呢? 主流香自己替胡铁花回答了这个问题,嗯,你一定想到过的。 自我陶醉的本事啊,天下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你啊。 我,我不必自我陶醉,像我这样,一表人才,又英俊,又聪明,又勇敢,又成熟, 本来就是他们那种黄毛鸭头最喜欢的男人。 我告诉你,只要我肯用一点点小小的手段,他们不被我迷死,才是怪事呢。 那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去迷死他们,为什么还要我来救你呢? 因为现在啊,我没工夫跟他们玩这种游戏, 胡铁花的表情忽然变得神秘而严肃起来,现在? 现在,正有件大事等着我要去做呢,而且非要我去做不可, 否则天下就要打乱啊,江湖之中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因此而死。 胡铁花说的就跟真的似的,楚流香盯着他看,看了半天,也看不出他一点点开玩笑的样子。 那么,你要去做的是什么样的大事? 胡铁花的声音压得更低了,一字字地说,我要替我一个朋友,把他的女儿送给一个人做老婆。 楚流香简直要气死了,活活地被胡铁花气死了,什么? 这一种事,也能算是大事? 当然是大事啊,如果你知道我说的那个朋友是谁,你就会明白这件事情有多重要了。 你那位朋友是谁啊?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他是谁,我只能告诉你在江湖之中,他也许没有你的名其大,可是他的身份和地位却远比你高得多。 他的女儿,那不,那不但是天下文明的美人,而且还是一位公主。 当今天子玉指清风的正牌公主,一点都不假。 那你要把这位公主送去嫁给谁啊? 说起这个人,那名其就未必比你小了。 我想你大概也听说过,近年来纵横七海威震天下的天正大帅,石天王。 楚留乡的脸色忽然变了。 江湖之中,好像有很多人都不赞成这门亲事,所以那位公主才要我来护送,而且是他府上的花祖馆亲自来邀请我的。 所以,除非使天王忽然暴毙,这门亲事,谁也阻拦不了。 楚留乡的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,忽然大声说, 我明白了,现在我总算明白了,我明白那位姑奶奶找他们那些人是干什么了。 什么姑奶奶啊? 哪位姑奶奶啊? 你说的,他们那些人,什么人啊? 那位姑奶奶就是那个小面摊的老板娘,那些人就是那天晚上专程赶到那个小面摊去吃面的人。 胡铁花是个绝人,常常会说一些很绝的话,有时候连楚留乡都听不懂,这一次情况却改变了,这一次胡铁花竟会听不懂楚留乡在说什么了。 什么?你刚才说什么? 是不是说? 你啊,有一位姑奶奶摆了个小面摊,生意好得很,半夜三更都有人专程去吃面。 胡铁花忍住了笑,一本正经地说,你这位姑奶奶真有本事啊,我实在想不到你居然有个本事这么大的姑奶奶,居然。 他还会卖牛肉面,他买的虽然不是牛肉面,但是他的本事的确是不小啊。 楚留乡叹了一口气,如果他真是我的姑奶奶,我就太有面子了,只可惜啊,他不是。 那,那他是谁的姑奶奶? 当然也不是你的姑奶奶。 他是你的妈。 我的妈呀。 胡铁花立刻就叫起来,你说的是不是那位要人老命的花姑妈? 怎么? 难道你现在另外又多出几个妈了? 我记得你本来好像只有他一个呀。 我的妈呀。 胡铁花还在叫,他不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冤大头,愿意娶他吗? 好好的日子他不过,又跑出来干什么呀? 楚留乡看着他直笑,也许他想来想去,还是觉得你这个儿子比那个冤大头好,所以又出来找你了。 楚留乡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幸灾乐祸的人,看见别人一脚踩到了狗屎上。 胡铁花的样子看起来,就好像已经有人把那堆狗屎塞到他的嘴里了,连吐都吐不出来。 千万拜托,拜托,千万不能让他找到我。 我还得留着我这条老命,多陪你喝几年酒呢。 楚留乡看着胡铁花愁眉苦脸的样子,忽然叹了一口气, 哼哼哼哼,你真以为你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白脸啊? 你真以为天下的女人都爱死你了? 如果没有你,一个个都非死不可? 只可惜人家这次出来,虽然是为了要找人,找的可不是你啊。 不是我,不是我,谁啊,谁啊? 我也不知道他一共找了多少人,我只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三个。 呃,什么?一找就找了三个。 胡铁花又叫起来,叫的声音比刚才还要大。 这个女人,可实在太过分了。 他又忍不住问楚留乡。 他找的,哪三个? 我只认得其中的两个。 一个,要价三万两的黄病夫。 一个,要价十万两的黑竹竿。 胡铁花忽然生气了,我连一分钱都没跟他要过。 他们凭什么要这么多钱呢? 他当然不是真的在生气,虽然心里已经觉得有点酸酸的, 甚至还有点失望,却不是真的在生气。 因为他并不是个只会吃醋,只会自我陶醉的笨蛋。 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? 花姑妈为什么要找他们? 她清楚得很。 找他们的人,只有一个目的。 要他们去杀人。 杀一个很不容易被杀死的人。 在这种冷酷、神秘,而且非常古老的行业中,黄病夫和黑猪肝都是第一流的好手, 所以他们要的价钱都特别的高。 尤其是黑猪肝,多年前就已经在这一行要价最高的十个人中, 名列第三了,因为他可靠,他的信用可靠,嘴也可靠,绝不会泄露买主的秘密。 就算被人砍下一条膀子来,也不会泄露一个字。 最可靠的,当然还是那柄藏在黑猪肝里的剑。 这柄剑杀人几乎没有失过手。 可是,可是我知道,花姑妈一向是没有钱的呀。 他花钱比我还花得快呀,他就算要杀一个人,也花不起这么多的钱去找黄病夫和黑猪肝呢。 楚留相说,花钱的也许并不是他,也许他也只不过在替别人做事。 做这一类的事,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呢? 还有一个人 谁啊? 你 胡铁花又在笑,让他生气、懊恼、悲伤、失望的事,他总是很快就会忘记的。 有时候啊,我也很喜欢他,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他呀? 不知道,因为他有很多地方都像你,他有时候聪明,有时候糊涂,有时候骗死人不偿命,有时候也会上别人的当。 他认他的人比谁都多,管的闲事也比谁都多。 有时候,有时候我差一点啊,就把你当成了他,把他当成了你了。 楚留相的手差一点就要倒鼻子上去了,不是他自己的鼻子,是胡铁花的鼻子。 幸好还差一点,所以胡铁花的鼻子依旧是安然无恙,鼻子既然没有被打断,所以胡铁花的嘴就没有停。 可是,他脾气跟你一样啊,就像毛坑里的石头,又臭又硬啊,他怎么肯替别人去做事呢? 楚留相说,因为他不想让一个混蛋把一位公主送去嫁给一只猩猩。 胡铁花又笑不出来了,盯着楚留相看了很久,才用一种很慎重的口气说, 别人怎么想我都不在乎,我只问你,你咱不咱成这门亲事啊? 楚留相也说得很慎重。 我只能告诉你,我一向都不赞成杀人,可是这一次,他们如果能够杀了那个猩猩, 我说不定真的去会吻他们的脚的。 胡铁花又盯着他看了半天,忽然跳起来,湿淋淋地从水里跳出来了,我们走。 走? 走到哪儿? 去找那位公主的老子,我的那位朋友。 我为什么要去? 因为你要保护我呀,把我活生生地送到那儿去呀,不要让我死在半路上啊,因为我想让他们自己跟你谈谈。 谈过了之后,你的想法也许就会改变了。 如果我不想跟他们谈呢? 我问你,你要到那个见鬼的大沙漠去的时候? 哦,谁陪你去的? 你每次被人围攻的时候,谁站在你一边的? 每次你半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,是谁在陪你喝着酒,喝到了天亮的? 楚流香叹了一口气。 哎,好,走就走。 只不过我也有条件啊。 什么条件? 我一定会送你去,可是在路上要分开来走,不管在任何情况,你都不能揭穿我的身份。 如果你不答应,我就不去。 如果你答应了之后却没有做到,你就会发现,我已经忽然失踪了。 小镇,长街,春天的太阳就像是小姑娘的脸,终于羞答答地从云层中露出来了。 暖洋洋地照在这条很热闹的长街上, 小姐姐,小弟弟,少奶奶,老太太都脱下了棉袄,穿上了有红有绿的春天的衣裳, 在街上晒着太阳,让别人看他们的新衣裳。 用三根鸡毛,两个铜钱做成的剑子,满街跳跃,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风筝飞满蓝天, 连老太爷的嘴里都偷偷地含着一颗桂花糖。 漫长的寒冬终于过去了,大家都准备好好的享受一下春天的欢乐。 胡铁花又变得很开心了,指着街边一家带卖蟹粉, 汤包生煎馒头和各色茶室点心的小茶馆说, 咱们到那儿去坐坐,好不好? 好,你去吧。 那你呢? 我要先到对面那间铺子去一趟。 对面? 对面有家门面很窄的小店铺, 门口挂着一块白木板, 上边写着, 崔大娘老店, 专卖上好腌制, 公粉, 针线, 爆花油, 女客脚脸, 梳头穿而孔, 一律只收二十万。 胡铁花看到楚留乡真的走进了这家铺子, 他实在是有点吃惊, 不是这个小子, 他又玩什么花样了? 更奇怪的是, 楚留乡非但走进了这家铺子, 而且还走到后面的一个挂着棉布帘的门里去了, 一进去就没再出来, 胡铁花吃了两龙汤包, 二十个生煎馒头, 又就着一滴麻糖喝了两壶茶, 还是没有看到楚留乡出来, 可是里面却有个慈悲善目, 满脸和气的白胡子小老头, 煮着一根肠拐杖走出来了, 而且还一直走到了胡铁花的面前, 而且还老是不客气的在他旁边的一个凳子上坐起来, 而且还叫了一大碗火腿干丝, 二十个蟹壳黄小烧饼, 两碟苏炸小麻花, 而且还吃得不亦乐乎。 蝴蝶花看呆了, 幸好他还不是个真呆子, 还能看得出, 这个小老头, 他, 他就是楚留乡, 你这老王八蛋,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种鬼样子, 楚留乡根本不理他, 吃完了站起来, 抹了嘴就走, 蝴蝶花也紧紧地站了起来, 跟着他一起走, 忽然发现一个伙计提着大茶壶站在了他的面前, 皮笑肉不笑地用一双眼睛斜钉着他, 打着一口扬州的官话说, 老太爷, 在我们这块吃东西的客人, 那都是付过藏财宗, 老太爷, 你说, 对吧对, 当然对, 吃东西当然要付账啊, 付账是要用银子付的, 没有银子用铜钱也行, 而不幸的是, 我们这位胡老太爷, 一向没有带这种东西的习惯, 不付账就走, 当然可以, 就真有十个这样的伙计, 那也是拦不住胡铁花的, 只可惜我们这位老太爷的脸皮还没有这么厚, 所以他只好又坐下了, 只好不走, 不走就用不着付账了, 在这种茶馆里, 客人是爱坐多久就坐多久, 从一清早坐到天黑打烊都行, 那个伙计拿他没法子了, 可是不管走到哪里, 那双斜斜的眼睛都在盯着胡铁花, 胡铁花正在发愁呢, 忽然看见, 有个一定会帮他付账的人来了, 不伟好看来人来了, 对, 感谢观看